苦日子的逼近似乎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 特别是在五月份之后 三大现象如野火燎原般在农村蔓延开来 家家户户都赶上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这不仅仅是农民们的困境 更是整个社会的缩影 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新的面临的挑战 自从疫情解封以来 很多人都有一种感觉 那就是整个社会的大环境 似乎变得越发的严峻 疫情带来的冲击尚未完全消退 而新的困境和挑战又在接踵而至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 无论是想创业还是想维持生计 都变得异常的艰难 实体经济的困境尤为明显 许多实体店在疫情的冲击下摇摇欲坠 甚至不得不关门打击 而那些还在坚持的老板们 也面临着巨大的经济的压力和风险 本身呢我是做房产行业的 那么在疫情之前可以算得上是顺风顺遂 疫情三年 闭电三年 本以为扛过了疫情 今年呢开始重新做起 重新这个敲股 开张开业 没想到挺过了严峻的三年疫情 却倒在了疫情之后的2024年 企业的降薪裁员现象屡见不闲 很多企业的效益都不尽如人意 工厂的倒闭 关门更是屡见不闲 许多工人失去了工作 生活陷入了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的收入普遍下降 生活质量也大打折扣 而在农村 情况更是堪忧 口罩问题三年期间 虽然农民们也经历了不少困难 但大多数还是坚持了下来 然而在疫情解封后 他们面临的却是更为严峻的挑战 许多农民发现 他们种植的粮食 不再像以前那样赚钱了 甚至有些人还要亏本 这让他们感到了十分的无奈和聚散 因为他们的祖祖辈辈 都是靠种地来维持生计的 那么更为严重的是 农村的老龄化 问题已经日益的在突出 年轻人打工的人向外走的越来越多 那只有大部分的退休农村老人 目前在留守农村 但是他们已经失去了劳动农历 农村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剩下的往往都是那些上了年纪和年幼的孩子 他们不仅要承担繁重的农活 还要照顾家庭和孩子 这种生活压力让他们感到了喘不过气来 但他们却无处可逃 只能默默的承受 除了老龄化的问题外 农村还面临着土地资源的紧张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越来越多的土地被用作非农业用途 导致农民们无地可种 这让他们感到了十分的无助和绝望 因此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 农民失去了土地 也就失去了经济的来源和生活的保障 面对这些严峻的挑战 我们不得不去深思 农村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老百姓的生活变得如此的艰难 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 在于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 种种的矛盾和挑战 城市化在2001年到现在已经25年 前十年是城市化发展的探路摸索阶段 从2010年到2020年 而2020年这十年是高速发展 整个城市化已经接近了卫生 目前咱们国内的城市化率 已经达到67% 而后面的从2020年截止到现在为止 不管是经济也好 楼市也好 还是这个农民的耕地也好 这个粮 这个农作物也好 粮食也好 包括最近几年的牛羊猪的价格 下跌的都比较严重 其实不只是农民 包括其他的行业 影响最大的就是建筑行业 由于城市化建筑的结束 大部分的农民工在工地无功可打 甚至很多房企已经纷纷的关门倒闭 那么为了应对未来的危机 我们要时刻做好准备 首先不能过度的消费 紧易说实 那么再一个就是对于孩子的各种教育 要适当而行 不要把所有的钱都用在孩子的培训上面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 关于经常节假日出去旅游的 我们要适当控制 总之 解一说实 才是我们未来能够战胜难关的 最有效的手段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